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 在成都有这样一位汉学家 他来自斯洛文尼亚 名叫斯马文斐 他也是成都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外籍教师 能用流利的中文 与记者侃侃而谈 今年39岁的司马文斐 与汉学的故事源于大学时期 2003年他考进斯洛文尼亚高等学府 卢布尔亚纳大学 就读于汉学专业 2006年到中国留学一年 毕业后他仍最新于汉学研究 又于2014年起 攻读汉学博士 主要研究中国明代哲学 2015年再赴中国学习 2021年他被成都大学聘请 成为一名荣漂 平日除了授课之外 他仍坚持研究汉学 要研究中国汉学就是差不多 大部分都是研究古代 古代中国的 但是我研究好了汉学的一些基础的 的知识 我就是觉得 我还是缺少对真正的中国的认识 所以在这个社会里面 在这个文化里面 在现代的文化 在实际的文化里面 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因为我很喜欢学习 我很喜欢一些新的概念 新的东西 所以我就是觉得 如果在中国研究中国 是比带在我自己的国家的更好玩 司马文斐表示 在他学习期间 接触了中国历史哲学 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古老 深刻 很有意思 这样的认知 是司马文斐多次赴华留学 并定居的根本原因 他也鼓励汉学家们 来中国研究 调研 而多年在中国学习 工作生活的经历 也让司马文斐 萌生了新的想法 他说 斯罗文尼亚的汉学研究 大多针对中国古代 历史文化的内容 但中国现在的发展 非常迅速 汉学家不能仅研究古代中国 也要研究现代的中国 因为我在这里 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 然后我就是想要 全世界人是真的中国 就是不是别人想象的中国 司马文斐告诉记者 他想好好的 向斯罗文尼亚人 讲述中国的发展 吸引更多汉学家以外的群体 来了解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 我是觉得需要有更多的交流 先要有两个国家的关系 然后互相了解文化 才会有汉学家以外的人 愿意来中国 那这样的汉学家 就可以当一个 怎么说 当一个桥 就是我们可以帮助帮助别人 这四年我能待在中国 这是很幸福啊 就是很少外国人有这样的机会 不是所有的汉学家都有机会能来到中国发展 但是这个幸福也是一种负责人啊 不要把这个机会浪费掉 就是还是需要需要就传播中国文化 还是需要说那个中国在在哪方面做的做的特别好啊 所以我了解两个文化过后 我是不是最好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自己可以好好的跟斯洛文尼亚人解释 中国或者成都成都的一些特点啊 所以嗯 未来我希望我希望就是用这样的办法会有会有一些一些非汉学家的人 就是比如说一些企业或者一些一些学者 在在另外一些那个学科方面来程度成都发展 不久后 司马文匪将要回到斯洛文尼亚探亲访友 除了分享自己幸福的帕尔多生活外 他还计划为元汉学会策划一系列活动 希望通过交流 让汉学爱好者了解中国新的发展和变化 吸引他们到中国来走一走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